這個是龍吳Bug的春聯 教育部最近是最需要這個禮物的 請部長收下 我們現在正值高中生上傳學習履歷的時期 上週教育部位於科技大樓的機房 卻發生火災 造成電力設備熔斷 相關的學術網路全面斷線 全國學生及家長可以說是膽戰心驚 經偶心力寫完成的學習歷程的檔案 會複之一句 複之一句通常我們都不講說 不一定真的是燒起來 但結果真的是燒起來 早上5點多發生 晚上8點多才恢復正常運轉 我先請問部長 火災原因調查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還在調查還沒出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知道調查的結果 收到之後立刻通知 讓大家都知道 部長知道我們這一次的事件 被數位部定為第幾級的治安事件嗎 第一級是最輕微 第四級是最嚴重 除了加強演練稽查外 SOP有沒有改進 有啊 資通安全的流程有沒有改進 有啊 而且包含 益力備員 在禮拜三會詳細的把這部分跟 趙薇還有圍 好 那我們就非常期待 上傳學習履歷 可以上傳的這個影片的大小 10MB 可以來跟部長分享一下 1080P不到9秒鐘 有時候很棒的作品 想要用4K 很抱歉5秒鐘都不到 請教育部隊今天提出的問題 慎重的檢討改善 保障同學們升學的權益